民進黨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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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總統賴清德帶領全場黨員 高喊加油 要提振士氣 競選黨主席賴清德證件發表會 全臺巡迴第三場 來到彰化 儘管天氣寒冷 但臺下永靜近七百名支持者 作物虛席 民進黨在這回彰化縣長選戰 結果不如預期 基層黨員 泡聲隆隆 質疑 倉促 提名惹禍 肯定黃壽芳雖敗猶榮 但近期臺南議長選舉爭議 也有黨員呼籲 黨內應該落實排黑條款 賴清德神情凝重 坐在臺下 仔細聆聽 最後賴清德也向黨員報告 總統參議員將召開國安會議 檢討經濟問題 讓民眾薪資水平符合期待 據瞭解賴清德將舉行 至少二十場的政見發表會 團結黨內擴大跟社會對話 三立新聞 吳宗哲 林凱鈞 廖品君 彰化報導